来看长跑好手林逸杰挑战思路一万公里的计划就要展开了 而这次她的思路团队很特别的唯一的女将Jody 她也搭机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堡思路起跑点 而在2006年时智利沙漠超级马拉松赛当中 林逸杰就发掘了这位加拿大籍的漂亮宝贝 被认为是最年轻最有潜力的参赛者之一 因此这次也邀请她加入思路之旅 林逸杰越教越心急Jody赶不上就是赶不上 最后还掉下眼泪 Jody Bloomer来自加拿大 她24岁是有报思路的唯一女将 她也是林逸杰训练最久的女学生 在台湾足足被操了三个月 I needed it that day so I burst out crying because I just I thought that I had enough but there was more there's more in me that I needed I needed to try a bit harder so and Kevin knew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I can see you my eyes here not here you know yes 不哭的Jody有着大大的眼睛 甜甜的笑容 小学她是体操选手 大学她是划船选手 六年前Jody在智利的 阿塔加马海默超级马拉松比赛里 认识了林逸杰 目前Jody还在美国念大学 主修商业 但是她更爱超级马拉松 今天她启程拥抱思路 临别前Jody的母亲专程 从加拿大来为她打气 带了一包朋友的祝福 也是旅程的药灵带 When I feel upset or sad or lonely or tired I'll open one OK baby doll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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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150天超过20个礼拜 1万公里 Jody从台湾起步 展开她的day one 好 我 好 好 中文字幕——YK